我们来到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呢 前前后后发生了好多事 对我们的旅途来说也算有进展吧 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 怎么了 原来你没有神之眼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至少先看清楚了才动手啊 不对 不管你要找谁 突然攻击别人就很危险了 你们见过吗 一个叫风源万叶的人 和你一样都用单手剑 我还听说他有风源速力的神之眼 和你没关系 算了 看你也不知道 浪费时间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就只能拿乖乖的刀乱灰 还莫名其妙的连句道歉都不讲 怎么可能随便就把万叶的消息告诉这种人啊 是吧 虽然我觉得如果是堂堂正正的对决 他也不能拿万叶怎么样 一方万叶 一方万叶我们还是要赶快通知万叶 让他小心提防 什么想法 特殊的关系 你是想说他认识万叶吗 好像是有点 但大家的招数看起来都差不多吧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总之我们快去给万叶提个醒吧 免得他遇到危险 我听说男十字船队最近在离岛补充货物 他应该就在那边 你好 你知道万叶在哪里吗 你们也是来找万叶的啊 看来他真的做了很了不起的事 这次我们驾着小船来补充物资 结果刚进港 就来了好多好多到期人 和我们打听万叶的事 要说之前明锥摊那场战斗 大姐头也出了很多风头啊 我也没见大姐头有这么高的人气 在船队里万叶的存在感不算强 有时候他还不听大姐头的话 但大姐头也不在意 原来你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呀 稍微听到了一些 比如挡下了雷电将军 无响的一刀之类的 那个很厉害吗 这么解释的话我一下子就理解了 那他这么受人追捧也是应该的 他早些时候被天灵凤行的人叫走了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来抓人的呢 结果对方的态度特别友好 感觉他很受尊敬 放在不久之前根本完全无法想象 谢谢你了那我们去天灵凤行府看看 我就在这边继续应付为官的人了 是你呀 你们好 我们刚刚聊到之前废主引寿令的事 既然你们来了就一起听听吧 这次请风原万叶先生来 主要是想表达幕府这边的友好态度 正因由你们的努力 才促成了如今光明的局面 我也有机会纠正家族曾犯下的错误 对此我非常感激 将军大人正在从很多方面入手 消解或柔化过去积攒的矛盾 三奉行提议 希望借此契机恢复风原家的名誉 有关风原家的事 你应该也略知一二吧 简而言之 到期过去有一批御用刀匠 继承了将军大人的断刀技术 并发扬光大 风原家便是其中一组 但某个时期 有部分刀匠叛逃去了治东国 风原家与沈里家 均因管理不力被追责 经历了剧烈的动荡 不过后来我们得知 此事的幕后主导是愚人重 将过错全都归咎于 风原与沈里两家的做法并不妥当 也很不公平 此番风原万叶先生 又立下重大功劳 将军大人认为 不只应给予奖励 还要为曾经的过当处置 进行补偿 但为了避免刀匠家族 再度受到愚人重的迫害 我们并没有公开 此事的调查结果 还请见谅 严重了 能有机会接受将军大人 和幕府的好意 我很高兴 只不过 这份好意应该不是免费的吧 你多虑了 这是补偿 恢复名誉之后 风原家便可重新断刀之夜 你也不用继续四处漂泊 在将军大人的庇护 与幕府的支持下 你可以在稻妻城 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常年行走于风雨之中 恐怕会不习惯高宅大院中的日子 不过我的祖先们 一直都为风原之名 和他们传承的锻刀技术而骄傲 我的确有为他们证明的责任 听起来你还有点犹豫 若你能答应 我想 最近流传在市井之中 很多关于你的谣言重伤也会消失 谣言重伤 一路上只听到好话 都快把它吹到天上去了 对有些人来说 无响的一刀是无法战胜的存在 他们不能接受风原先生 就这么接下来那一刀 那时有人目击了 他除了风 还使用了雷元素力 于是风原万叶使用了邪眼的消息 不禁而走 可是 使用邪眼的人会飞快地衰老 万叶他又没有变成那个样子 但对他们来说 还是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元素力 这件事更难以理解 与此类似的传闻还有很多 我很不适应处于舆论的中心 被人追逐或是猜忌 但若幕府愿意支持我 这件事的风浪 或许会更快平静下去 所以你可以积极地考虑一下 对我们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好事 嗯 容我考虑一番吧 此事的讨论先告一段落 你们两位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 啊 差点就把重要的事忘记了 这样危险的人物在找我 没有 现在我也很困惑 我的武技是家人交给我的 原本用于试刀 为了在试斩的时候 斩出端正的刀路 公平地验证每一把刀的质量 我们会进行大量训练 久而久之 也就形成了一套家族内的试刀术 也诞生了相应的技巧 这与使用的战场武技很不一样 很难想象 只是巧合 那你就更要小心了 感觉这个人莫名其妙 嗯 他攻击性如此之强 如果对他人动手 很容易引起不好的后果 既然如此 我马上派人去搜查一番 嗯 麻烦你了 我对这件事也比较好奇 这样吧 关于你方才的提议 正巧我也需要一段时间考虑 我和他们先去调查袭击者的事 之后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好的 那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走吧 我们去把那个袭击者找出来 你好 我们有事想要打听一下 最近有没有人在附近找他呀 就是风源万叶 哦 原来这位就是风源先生 久仰大名 今天终于有幸见到 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场袭击事件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诶 是针对你的袭击事件吗 我想想 好像没有特别的印象 风源先生现在是到七城中 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平时在找他的人确实有很多 实不相瞒 我们侦探社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委托 想要我们去搜集风源先生的私人信息 他们甚至开出了几百万摩拉的价码 要是换成普通点的委托 珊瑚社长可能早就一口答应了 几百万 不 就算这样也是不对的 实在感谢你们 能为我的隐私着想 是啊 再怎么说 没有正当理由 只是单纯地揭露他人的生活细节 这样的钱还是不能赚的 抱歉 有点跑题了 我想说的是 如果有陌生人要找风源先生的话 我觉得也不意外 可如果要和袭击事件关联起来 我就没有什么头绪了 那和我无关也好 最近有没有比较古怪的袭击或受害事件 天灵凤行那边也线索寥寥 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消息源 市井里发生的事 的确不会每件都传进关老爷的耳朵里 但换句话说 大多数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有袭击者肇事 它就属于伤害事件了 天灵凤行一定会介入 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 怎么办 这样的话好像线索已经断了 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 在野外偷袭你们的人 居然没有引起其他的意外 除非他是第一次行动 不然对象如果是其他人 没有你这么好的身手 一定已经出事了 我知道你的本领 不用谦虚 不如说幸好是你 才能平安无事 如果有人因为我 而身受重伤甚至遭遇不测 我会非常自责 对受害者来说 这根本就是无望之灾 别担心 我们会找到他的 不愧是风源先生 和传闻当中一模一样 正因你时常有这样的想法 才会毫不犹豫地 对将军大人举起武器吧 过奖了 那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冲动 你太谦虚了 放心吧 你的担心我完全理解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收集线索 哦 对了 如果说最近的怪事 的确有一件 但并非有关袭击 周全起见 我还是告诉你们吧 嗯 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 线索当然是越多越好 最近城里面有两个人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失踪了 其中一位名叫长门 是有一定名气的收藏家 而另一位名叫天慕悠也 是天慕家的武士 天慕 这个名字好熟悉 嗯 他就是天慕断野屋的店主 天慕十五的侄子 两个成年人同时失踪 其中多半有某种关联 但具体的情况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会想起这件事 也是因为天慕悠也精通武艺 善用刀剑 可能会是你们想要寻找的人 明白 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袭击我的理由 是啊 说不定路上 就会有更多线索了 谢谢你 龙儿 我们先去天慕断野屋问一问 好的 祝你们顺利 我也马上行动 这不是风圆万叶吗 怎么了 你们认识吗 因为风圆与天慕 都曾是雷电武传的代表家族 祖上有紧密的联系 回到道气之后 我曾来拜会过天慕十五老先生 雷电武传的故事 你在荣采期的时候已经了解了 虽然断刀技术出自童源 然而在漫长的时间中 我们都总结出了独特的断刀理念 催生出不同的流派 比如天慕流 讲求的就是滴水穿石的耐心 与权力以赴的意志 没有花里虎哨的秘技 只有日复一日的锻炼 直至身体形成技艺 动作与技巧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而丰元家的流派 我记得是叫一心船吧 是的 一心船从断刀之时起 就追求新建一体 不分彼此 这样断出来的刀 才能记录与传达断刀人的心境与理念 才能成为使用者意志的延伸 平常的刀都是工人挑选 而一心船的刀是挑人的 你无疑是罪与之契合的使用者 我真的很欣慰 丰元家即便遭遇了重创 他所崇尚的梅与德并未断绝 过奖了 我的行为并非为了家族 只是一些个人情感上的私事罢了 还是数回正题吧 这次我们来见您 是想要了解您失踪亲戚的信息 我们希望能够帮您进行调查 这和我们现在正在追寻的事件 可能有些联系 你说这个 我已经向天灵奉行报案了 只不过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消息 他失踪之前也什么都没说 很不像他的做事风格 我到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事到如今 我再怎么着急也没用 只能继续等调查的消息 听说他的失踪和一位收藏家有关 嗯 他失踪那天的早上 很神秘地对我说 要送我一件好东西 我想在那之后 他就去找长门拿东西了 结果后来我就听说仓库着了火 两个人都不见了 很奇怪对吧 怎么突然就起火了 然而线索特别少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能猜到他大概想要送你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是很了不起的舞剧吧 只有这种东西才值得他给我卖关子 他从小对断刀的兴趣不大 却很是喜欢士刀 无论多么细微的差别都能感觉到 在挥舞刀剑修习武艺这方面 他无疑有卓越的天赋 事实上 有件事可能稍有冒犯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人 袭击了我的这位朋友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 只有天目优也符合所有的特征 什么 不可能不可能 优也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他既谦虚又和善 习武也是为了平静心神 从来不和他人争斗 原来是这样吗 是啊 别的我不敢说 他一定是那种想清楚了才会出刀的人 唉 但说到底 不辞而别搞失踪什么的 同样不是他的风格 我也不敢保证 可能他受到了某种胁迫 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 总之 如果你们能找到他 还请尽快告诉我 放心 我们会努力 那看来 天目优也不太可能是袭击我们的人 嗯 现在听上去 应该是在两人见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 我们去长门的家里看看吧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家还不了钱 我丈夫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还在想办法找他 不是的 您误会了 我们是为了调查而来 想 这样啊 我还以为又是债主上门了 让你们看到狼狈的样子了 实在很抱歉 请问现在有他的消息吗 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吗 抱歉 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想收集更多的线索 可以冒昧地询问一下你家的情况吗 一般的收藏家 家里应该不会缺钱才对吧 这就说来话长了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开始 他就在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他总是兴高采烈地展示给我看 虽然我看不懂 但看到他特别兴奋 乐在其中 我就觉得 这一定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一切都还挺好的 只是后来 事情就没那么愉快了 怎么了吗 后来 他就逐渐失去了节制 收藏品越买越多 还开始借债 尤其是迷上了刀剑之后 开销就止不住了 最严重的时候 追债的人都追到家里来了 他还待在城外的仓库里 欣赏藏品 卖也不卖 碰也不让人碰 就呆坐着 看着 我理解并支持他的爱好 但是家里还是要过日子的呀 和他说了很多次 结果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那天 我说了很重的话 如果不卖藏品抵债 我就要和他离婚 打孩子离开这个家 哇 然后你们产生了争执 那倒没有 他平时话不多 没什么主见 大多数的事都很迁就我 对我来说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我也绝对不会用离婚来威胁他 在我提出之后 他突然愣住了 待了很久 然后木讷地说 他会挑些东西拿出去卖 他的声音柔弱又可怜 那时候我也有点心软 但如果我不这么做 这个家要怎么办 如果我不纵容他 我们家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而且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真的明白过来了 还是只是在生我的气 后来我就听说 家里的仓库着火了 他和买家都不见了 原来如此 天目优也想要买长门先生的刀剑 在这个过程中 仓库失火 两人失踪 我原以为 是他们在价格上起了争执 但我丈夫 他一直都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出去买菜连价都没讲过 很难想象他会引发矛盾 或许是感受到了家里的压力 我不知道 仓库烧毁之后 他也跟着不见了 估计他觉得藏品都被烧毁之后 已经不可能还清家里的巨债 所以不敢回来 生气总归有点生气 但我们家面对的困境 还是要解决 只要他决心悔改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呢 请别着急 或许背后另有隐情 如果收藏是他常年形成的习惯 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转变 也会比较异常 不过从另一方的线索来看 天母优野是个性格温柔和善的人 同样不会引起争执 啊 这下情况有些混乱了 岂止是混乱 都已经变成毛线团了 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 先做一下整理吧 你放心 一旦有进展 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好的 太感谢你们了 我也希望他能快点回来 利用现在掌握的信息 我只能做出模糊的推测 两人见面交易导致了失踪 而长门家的仓库起火 可能是因 也可能是果 这件事 你没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 是不是有人撞翻了油灯 把仓库点燃了 算了算了 我的脑袋需要休息一会儿 交给你了 有趣的推断 这一层我也考虑到了 天母优野是刀剑方面的专家 见到长门收藏的刀具 可能注意到了其中的细节 是尸切的名刀 又或者是艳僻 总之 两人在争执之后 达成了隐藏这件事的共识 本以为火灾能隐藏事实 但天领奉行接入调查 发现了某些关键点 为了隐藏秘密 两人只能出逃 但这种推论 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我想不到他们 是怎么达成一致的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信息 天母优野谦逊有理 长门寡言且弱势 两人的性格 似乎都不会引发冲突 火灾之后拥有失踪动机的 目前也只有无法应对 债务压力的长门 越想越觉得奇怪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虽然时间上还算吻合 但其他信息看下来 两件事并没有任何关联性 天母优野先生缺少了袭击者最关键的特征 他平时使用的是天母流的试道术 而非一心传的武技 原本以为能殊途同归的 果然没这么好的事 再查查看吧 毕竟已经介入到这里了 如果能解决 无论是天母十五先生还是长门的妻子 应该都能松一口气 那现在我们去哪呢 先去城外的仓库看看吧 说不定会残留什么有用的线索 等等 风中有很危险的声音 哦 又是那种只有你能听到的声音吧 听起来挺玄乎的 但以前追那个偷神之眼的毛贼 还派上了大用场 这次不只是声音了 还有很浓郁的气息 就在附近 但这附近什么都没有啊 已经远去了 我能感觉到它的去向 很像是在到期存在久远的 碎神留下的残渣 是啊 不过这股斜碎之力 很可能对我们的调查有所帮助 我们保持戒备 慢慢靠近吧 原来是个地下仓库 就是从下面传出来的 碎神之力的源头 已经离开一段时间 可预计在下方的气息 依旧没有完全消散 从浓度上判断 碎神之力 曾在这里盘踞了很长时间 我记得 长门的妻子说过 长门经常一个人 待在仓库里 恐怕那时候的她 就已经受了碎神之力的影响 据我所知 不是所有人被碎神之力影响 都会变得像怪物一样凶暴 但多半会受到 碎神的未尽执念影响 变得偏执 对心中所求 过分狂热 长门本来就有收藏的兴趣 这么一想 她就算债台高筑 也要不断添置收藏品的行为 也就能解释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也要下去看看吗 你们往后退 我打开门看看 不打开这扇门 就没办法靠近真相 不用太担心了 比这危险都多的场面 我们都一起见证过 这种程度没什么的 这 下面有什么 被埋起来了 什么都看不到 好像是火灾引起了坍塌 整个地下仓库都已经被埋了 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会跑出来什么没见过的怪物呢 既然这样 我们只能顺着这力量离开的方向去看看了 两个普通人和碎神之力产生了联系 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走吧 也要查清楚碎神之力源于何处 你们只要仔细感受 说不定也能察觉到风中诡异的气息 从这个地方开始 气息好像分成了两部分 主要的碎神之力继续飘向了远处 而有一部分流了下来 好像在渐渐消散 很有可能 我们先在附近找找 这 这是 红红的一片 都是什么呀 好像是信 写在了一片残破的衣料上 从自己的干燥程度看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总之 先读一下看看 根据信件所说 天母优也想要抢夺长门的刀 因此产生了争执 天母优也放火烧掉了仓库 并砍伤了长门 他追到这里 体力几乎耗尽 这才写下了信件 可是 没见到他呀 他受了致命伤 还被碎神的力量影响得很深 这浓郁的气息又引来了魔物 恐怕他已经 不幸遇难了 周围的痕迹 全都被秋秋人弄得一团糟 也没办法继续寻找 嗯 现在我们还要追寻更重要的真相 要是天母优也正在无差别性凶 不赶快阻止他 还有更多人会遭遇同样的不幸 对 我们要马上行动 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被碎神之力影响了 习武之人最容易被煽动的 就是他对武艺与力量的追求 原本杂乱无章的线索 现在好像可以串联到一起了 我有个猜想 不仅能解释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还能锁定那个袭击者的身份 你 你已经都猜到了 这两件事果然还是有关联 嗯 但我也觉得有些荒唐 只有见到他 才能验证答案 继续寻找他的下落吧 一定要警惕 接下来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他好像在此处逗留了很久 这里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 仔细感觉的话 好像并不是同一时间留下的 嗯 出来吧 不用躲躲藏藏了 嗯 风圆万叶 你终于出现了 果然是之前那个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和万叶应该无怨无仇吧 如果是天母优也 那我们应该没有过节 但如果我们现在面对的正体 并非天母优也这个人 而是他手中的那把刀呢 那把刀确实有诡异的光芒 喂喂喂 不会吧 难道说 碎神之力很多时候都寄宿于物体之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生命体 它长期存在于长门的仓库中 影响了长门 又借由这场刀具交易 影响了 不 应该说是占据了天母优也的身体 哼 没想到你这么敏锐 轻易地就看透了事件的真相 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出自一星船知名工匠之手 我背负了他所有的期望与荣耀 作为风原家的后人 你应该能猜到对我们来说 最不甘心的事是什么 和雷电武传有关吧 没错 那时候他无法回应雷电将军的期望 最后只能踏上逃亡的船只 前往至东国 他是远近闻名的刀将 他是天才 绝不可能有他做不到的事 他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信任 事实上 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穷极了他的生命 凝聚了所有的智慧与技巧 创造出了我 不仅让我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 还赋予了我独立存在的意识 浩漫的雷电将军 损失的不仅仅只是一把绝无仅有的神刀 还有此时无可替代的锻 刀之术 刀竟然有意识 还能控制人 那时的人根本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 觉得我只是刀刃锋利 制作精良而已 这倒是让我有了可乘之急 在我的锻造者亡固之后 我借助无数使用者的手控制他们 从遥远的至东 朝道七进发 我所追求的只有一件事 直面雷电将军的刀 证明我的力量 依星船的力量 所以天目优也并不是第一个 被你控制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他们 谁在乎他们怎么样 不过只是我的工具而已 若是累了 受伤了 不能用了 换下一个就好 我只需要让他们把我带回到期 太过分了吧 回到到期之后 我就一直在那个长门的仓库里等待时机 直到天目优也送上门来 这段旅程终于要抵达终点了 我用天目优也的身体找到你 再用你的身体战胜雷电将军 风圆万叶 你接下了雷电将军无响的一刀 那由你作为我的宿主 无疑最为合适 老老实实地把身体交出来 不要碍事 不然连你一起砍了 你明明已经输了 还在许张声势 输了 我是不可能输的 只不过这具身体 到了他的极限 就算你们在这里赢了我 倒下的也只会是这个人 而不是我 他只是可以被替换的傀儡 我随时都能换下一个 结果是一样的 在你行动之前 我就能送这个被我控制的倒霉蛋 先上路 而且就算失去了形体又如何 我的意志也不会消失 无论是何种方式 何种形态 我都会回归 完成我的使命 你使用的 确实是一心传的招式 但从你的挥舞中 我只能感觉到仇恨 自傲 以及难以掩饰的狂躁与绝望 这 这也能看出来吗 我之前说过 一心传的招式 会传达使用者的心境与理念 既然现在是这把刀 在控制天魔优雁的身体 那刀术之中展露的 就是属于刀的内心世界 我想 其中的狂躁 来自于你的孤注一致 你觉得我的出现 是你的救命稻草 你想说 如果没有你 我什么都做不到 是吗 他在临终之前 将一心传所有奥秘都传授于我 你掌握的 不过都只是些皮毛 我难道会需要 依靠你的帮助 那是曾经 我一直在疑惑 如果你是一把 能够操纵持刀者的妖刀 为何会在来到到期之后 这么多年都没有引发骚乱 看到你的内心世界 我终于理解 你并不是在等待时机 而是被困住了吧 因为漫长的岁月过去 你的力量已经虚弱到 只要没人触碰你 你就无法得到新的宿主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城门好像有不碰藏品的习惯 直到这次 因为妻子的悲愤而醒悟的她 决定进行藏品的交易 你才有机会接触到天幕幽野 从而逃脱 那又怎么样 这就是我还没提及的第二点 那就是 足以淹没你自身的绝望 你不惜一切代价 都想要完成断刀人的夙愿 但这愿望过于庞大于沉重 每靠近一步 你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想你早就意识到了自身的极限 所以越咬牙往前 越害怕功亏一篑 不愿正视现实 可在我的眼里 你所谓的愿望 早就是不可实现的天方夜谭了 你懂什么 我距离实现这个目标之差一步 你回到到期是为了证明一心传的与世无双 但为了这趟残酷的旅途 你不择手段 草奸人命 就算你斩断了天光 这就是断刀人想要的结果吗 你 你继承了一心传的奥秘 但同样是为了这段旅途 你把使用者当作了道具 你选择了与新剑合一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 你又怎么可能发挥出一心传的力量 住口 伶牙利齿的小鬼 必须实现我的目标 那是他的理想 是我存在的意义 我承认你很敏锐 你看透了我的困境 但你也小看了我的决心 你应该正视现实 说得那么容易 正视现实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我不需要一切会阻碍我的东西 犹豫也好 反思也好 现实也好 都不需要 争吵下去没有意义 风原价的后代 想要救这个家伙 就用你的身体来换 你还是执迷不悟啊 我根本不相信现在的你能挑战将军大人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让我先试试你的力量 不会 你不会打算答应他吧 好啊 你尽管去找你觉得值得一战的对手吧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解决了他们 我们就去天守阁 但相应的 如果你输了 你就要乖乖地释放天母优也 以言为定 不行啊 万一 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天母优也的办法 不然 他始终都是刀的傀儡 妖刀的力量现在很弱 而且他正抽搐不绝 说明他的心中并非只有力气 碎神之力擅长激化心中的执念 这是长门和天母优也会被利用的原因 而我没有类似的执念 应该能稍微抵御一阵子 但是 就算这么说 哪怕真的有意外 还有你们在我身边 如果能救下无辜的受害者 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们把我想得太卑劣了 我之所以会接受赌约 是因为我也有我想知道的事 你接过去吧 万叶 没 没事 头有点晕 很快就适应了 还好 在我的预期之内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万叶你已经想好了吧 去找些敌人 这把刀虽说历经了千辛万苦 但应该没有经历什么像样的战斗 如果不能进入异心的状态 这把专门为异心设计的刀 就发挥不出效果 他想要逃避现实 就打到他不得不正视现实为止 在高强度的战斗之下 他应该支撑不了多久 这么说起来 我记得好像在冒险家协会听过 之前因私家使用的那个秘密基地被废弃了 后来就一直被流浪武士占据着 哦 好的 那就麻烦你们带路了 天母幽野呢 他怎么办 道说 他会让天母幽野默默地跟着我们 虽然他没有恢复意识 但暂时不用担心他的安危 真的没问题吗 去那里的路很难走啊 小心一点吧 这一路上就交给我吧 感觉怎么样 没事吧 我还好 这把刀和我预料到差不多 因为长期缺乏养护 使用起来已经很困难了 虽然他还在咬牙支撑和嘴硬 但我想 这也只是暂时的了 嗯 还有什么在意的事吗 有点古怪 他并没有试图控制我 而是在尝试配合我的节奏 我们继续往前吧 这把刀好像不太对劲了 我能感觉到 他的力量在逐渐衰弱 我用起来也越来越吃力了 他应该撑不了太久了 如果继续坚持 或许随时都有可能断掉 那 那天母幽野岂不是也会 我会小心使用 他说他也没有轻言放弃的打算 他还在努力 没事吧 感觉你打得很吃力 嗯 他也到极限了 光芒好像又暗了一些 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微风了 或许这次 我们终于有机会 见到他的真面目 真面目 你在说什么 这和刚刚的是一把刀吗 居然这么破破烂烂的 以你的状态 别说是挑战将军大人 继续下去的话 同样的武士与海乱鬼 你都无法战胜了 就算你被锻造出来的时候 确实拥有匹敌天光的能力 但从至东国抵达到期的漫长旅途 已经让你残破不堪 已经不必多说了吧 你的愿望 只是一厢情愿 我终于明白 提出赌约那时候 你想知道的事是什么了 你试图与我进入一新的状态 这样你或许还能 发挥更强的力量 但是很遗憾 我和你完全不一样 我理解不了你的偏执与残忍 也无法与断刀人共鸣 唯一理解你的人 在你诞生之时 就已经逝去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 我怎么干掉 哇 怎么还有 对 这里就我们来帮忙 没关系 我用我自己的刀 不过是又一群敌人而已 用上了顺手的武器 果然好多了 你不愧是风云驾的后人 我们只是进行了一场简短的战斗 你就借由刀看穿了我的内心 旅途中没有人了解我的故事 我也从来没有提过 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些的人 那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能借由你达成一心 那我就还有机会 然而这样的尝试也失败了 是啊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也达不到你和你的冠用刀那样的契合程度 太长的时间过去 我刀身的状态很差 没有得到过很好的保养 只能用光芒掩饰我的真实羊毛 不愧是能借下无想的一刀的名刀 或许我真的无法触及这个高度了 但其实 这只是我在游历离月的时候 随意挑选的一把刀而已 啊 什么 刀的铸造和保养很重要 但肯定不是全部 它跟随我行走多年 我们心意相通 再加上那时候形势所迫 我受到了来自另一股力量的加持 武技与刀 意念与心 缺一不可 一心传从来都是如此 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或许那位断刀人不知道 使你拥有意识的 是一种源自碎神的力量 它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邪恶残渣 也是你心中狂躁与暴力的根源 虽然一路上你都试图配合我 但碎神之力的部分 一直都试图抢夺我的身体 我有所察觉 但无法改变 这就是我意识的一部分 我想要救天木优野 所以我抵抗了他的蛊惑 至于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抗他的想法 我为你感到深深的遗憾 因为你走上了一段 注定无法抵达终点的旅途 启程之时 你就失去了唯一能发挥出你力量的人 但你没办法对那个人的愿望说不 你早就意识到了这件事 这才是你一切绝望的根源 我的生命 我的身体 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我怎么可能拒绝他 我说 放心吧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就好 这总不能是在说谎吧 我相信我们的约定已经有了答案 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你去哪里呀万一 他已经没有能力 也没有心思作乱了 留点时间 让他好好想想吧 初次接触刀柄的瞬间 我仿佛被送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 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有一位刀将静静地躺在床上 月光照亮他虚弱的脸庞 已经气若油丝 命不久矣 刚断好的这把刀 就放在他的身边 倾听他的话语 是 寄宿在刀里的回忆 对吧 嗯 那位刀将在治东国知晓了事件的真相 一心传因他们的叛逃而遭受重创 他穷尽一生 并非要宣泄愤恨 而是一种补偿 他深深地未受到愚人中的蒙骗而忏悔 但他再也无法踏上家乡的故土 他的想法 就是把他最满意的作品送回去 他嘱咐这把有意识的刀 无论如何要回到到期 但不是为了匹敌神明 只是为了证明 他们曾经辉煌过 他们也值得被信任 原来是这样 在这之后 刀将的想法被碎神之力扭曲 才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嗯 我想那位刀将有始至终都不知道 他提春出的力量其实是碎神之力 那种恨意 令这把刀走上了不归路 这把刀已然罪无可恕 但也只是因为他失去了持刀者 没有人能在他走向歧途的时候 指明他的错误 嗨 可是太晚了 是啊 太晚了 时间不会为他的执着驻足停留 他的愿望 还一厢情愿地停留在启程的时候 他好像已经冷静下来了 我们回去看看吧 我回望过去 被锻造出来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我曾对他说 为了他的夙愿我可以放弃一切 以报答他赐予我的意识 然而黑暗与血腥会离人麻木 我逐渐无法分别报恩与仇恨的区别 我非但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还弄脏了他 你终于可以看清事实了 既然我们有过约定 我会尊重眼前的结果 释放天目有眼 但我还是无法放弃他的夙愿 因为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所以 能否请求你 帮助我完成属于我和他的心愿呢 怎么还把你的心愿加进来了 可不要得寸进尺啊 必须是这个顺序才行 总之请你们先听听看吧 不答应也好 我会按照约定释放天目有眼 我的刀身和知识 对你来说 仍然拥有价值 他的态度柔和了很多呢 万一你觉得呢 要不要给他这个机会 说说看吧 感谢你们 在我被锻造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病入膏肓 他对我说 很想让我有一场 威风凛凛的出阵 然而 他再也没能从病榻上站起来 之后 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 属于自己的战场 我的战斗没有光辉的意义 我只是在不停地旅行 然后 不停地犯错 你是很好的持刀人 我很想借你之手体会一番 何为武士之间的战斗 那对手呢 我会释放天目有眼 让他恢复意识 然后能否请你们说服他 和你打一场 他一定对我抱有恨意 也有充足的战斗理由 我知道了 那就先让他醒过来 我们确认一下 他是否有体力与意愿来战斗 原来是这样 他用我的身体 伤了人 我憎恨他的所作所为 但他遵守于你的诺言将我释放 说明 他还残存了些许的荣辱感 如果战斗之后 就能解决这场混乱 那我愿意接受 我不甘心只是成为一个受害者 我们会向天领风行说你是无辜的 你不用担心 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帮忙 这件事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那就跟我走吧 这里很可能还会有流浪武士杀过来 不宜久留 况且我也觉得 最后的决斗 应该要郑重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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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十字舞都会那时候的感觉了呢 就算现在也不能掉以轻心 总觉得那把刀还有什么话没有说 算了 虽然它罪无可恕 但也有可怜的地方嘛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嗯 我知道了 一心传后继者 风源万叶 天目留后继者 天目优也 请多指教 受教了 虽然它看上去已经破损不堪 但在你的手上 它仿佛又恢复了一些光芒 凶煞之感 荡然无存 但那份执着丝毫未改 你打得也很不错 我想它应该全情投入了 还有一些话 有它来对你说吧 之前发生的事 我必须向你表达我的歉意 你不需要请求我的原谅 我也没有替所有受害者 原谅你的资格 这一切都太晚了 我不奢求什么原谅 我只希望你们能将过错 都归结在我的身上 不要连累一心传 我走入了歧途 但一心传还有像 风源万叶这样 优秀的传承者 请你 一定要理解 我相信风源万叶先生 会妥善处理 谢谢你 天目流的后人 这把刀对我说 它还有另一个心愿 它想要去天目断野屋 不如我们就一起回去吧 它想去那里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总之 应该马上就会结束了 是妖野 你回来了 抱歉 让你担心 多亏了他们 我才能顺利回来啊 一心传留下的鸣刀 成为了能控制人类心灵的武器 从他们的断刀理念上来说 确实有可能走到这一步 这可真是遗憾 不过也有好消息 刚刚珊瑚侦探社的龙二告诉我 说失踪的长门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他没事吗 受了很重的伤 不过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优爷也回来了 看来这件事 最后的结局还算圆满 我大概明白你想干什么了 怎么了 万叶 刀又和你说悄悄话了吗 嗯 他说 想要暂时控制我一段时间 不行不行 怎么又是这种要求 他对我说 他想到了另一种实现端刀人心愿的方式 并且还保证 不会利用我的身体去做坏事 我决定 我决定 顺应他的想法 这 这 反正我说什么都没用对吧 谢谢你 在这之后 我会告诉你原因 好了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请遵守你的诺言 我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没有了他 我无法逃避浩杰的宿命 但只要我放弃未来 在此刻汇聚我的一切 我胜然能够重铸身去 一切 母飞 以我赴我们的一事为代价 你说得很对 我已经做不到什么了 但疑心传还有机会 赴云后的我 将会成为你们最好的研究材料 传承若为断绝 荣耀便将回归 哪怕向雷电将军证明实力的不是我 只要他源自异心传 只要他出自 封元家之手 便能了却他的夙愿 谢谢你 封元家的后人 时光飞逝 此行之真名 也无人知晓 我虽愧于提起 但从未遗忘 龙调平一新 这个名字 也交由你保管了 安息吧 原来顺序是这个意思 实现了断刀人的愿望之后 他的意识就会永远的消失 龙调平一新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看来他内心深处也不认可自身的所作所为 所以一直把这个名字埋藏在心底 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 他才愿意将此托付出去 他是真的 想要完成断刀人的愿望呀 强烈的愿望 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动机 但也正是因为过于执着的动机 而让他无法看清前路 对我来说 比起承接罪人 更希望他能迷途之反 我明白 或许 这也是我性格中的弱点 我天生容易被强烈的愿望感召 听到他说 想要迎接天光的时候是这样 看到人们想要废除眼兽令的时候 也是这样 看到你坚定地想要面见诸神 寻找血亲的时候也是如此 见证了这么多 不知不觉就有些着迷了 万一 曾经以后 我也会一直支持你们 只要你们需要我 我就一定会帮忙 对了 是不是还要去和九条连志说一声 哦 没错 要通知他事情有了结果 正好 关于我的事 也需要给他一个答复 是你们啊 我听说事件解决了 虽然过程十分危险 但最后没有人遇害 真是太好了 天灵凤行众已经处理了那个危险的仓库 关于天目优野的调查 也会在近期有结果 他应该不会被追责 你的消息也挺灵通的嘛 嘿嘿 那就不在事件上过多赘述了 之前的问题 我想给你一个答复 总之 请你看这把刀吧 这是 龙吊平一新 是已经失传的风源家断刀术锻造出的武器 机缘巧合之后 我回收并修好了它 并且我也与他约定 要将一新船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接下来 我应该会继续四处游历 研究这把刀 这样啊 我明白了 风源家一直都是断刀世家 其后也理应专注于此 如果我接受了来自你的好意 可能还会陷入 幕府与珊瑚宫的矛盾漩涡之中 这并不适合我 啊 你误会了 绝不是出于此番考虑 我知道 但我只是想继续做我想做的事 好吧 我理解了 那这次邀请就当我没提过 不过 若是你改变了主意 或者之后需要幕府方面的帮助 请你随时和我讲 感谢你的好意 接下来你要去哪里旅行呢 万叶 暂且还是跟着大姐头 在海上航行吧 至于下一个目的地 就看风往什么方向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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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